宝宝们 你们好吗 好 自己一个人 没有别的姐姐跟我争舞台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张萌萌萌子 很高兴来到脱口秀大会 我已经是第三个 来到我们脱口秀大会节目的姐姐了 之前呢有雨淇还有盛伊对吧 你说就你们这个请嘉宾的节奏啊 很容易让观众产生误会 我们那边拼命的乘风破浪 就好像是为了上你们这个节目似的 是的 是的 反正前两个姐姐我不知道啊 但我是真的很想来这个节目 谢谢丹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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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风破浪的姐姐 邀请我的时候呀 他们就说 说这个节目啊 需要找一些已成名的艺人 来参加女团 当时我一听 已成名 我内心真是毫无波澜 云淡风轻的就去了 你们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呢 应该能感受到 我呢总爱跟人打交道 碰到个姐姐就说 哎呀亲爱的 我有个戏要找你啊 宝宝 我一个角色很适合你哦 我现在呢 有网友替我数了一下 我已经欠出去 差不多一百多个角色了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制片人 我去这个节目呢 也不是为了成团 就是为了出关系去的 毕竟啊 多个姐姐 多条路 对吧 杨天真姐姐 节目播出之后啊 姐姐们越来越火了 很多姐姐啊 都出去接一些活啊 唯独一个姐姐 从来没有离开过长沙 没有回过家 没有出去 接过一个商务 这个人练得非常狠 他就是您静姐 静姐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商务 蓝河绵羊奶 他们公司新推出了 满足全家营养需求的成人奶粉 有了蓝河绵羊奶 即使你一直待在长沙 你全家人的营养也能跟上 surprise 没想到吧静姐 你不接商务 商务也能来找你哦 你们可能会觉得啊 我们这么多姐姐在一起 平时肯定会有很多摩擦 扯头花什么的 其实并没有 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好 我们平时啊 同吃同睡 24小时都在一起 关系怎么可能处不好 再说了 到处都是摄像机 你去 你也能处得好 我这个人吧 做起时间跟别的姐姐有点不一样 我事情比较多 起得呢特别早 大家都害怕跟我睡在一屋 怕被我吵醒 有一次黄胜英呢 就跟我分到了一个房间 她就悄悄地给孟佳打电话说 佳佳 我麻烦你件事情啊 你可不可以跟蒙姐睡个房间 跟我换一下好不好 这事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她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 是凌晨三点 我刚起床 但姐姐们啊都非常的聪明 私底下特别爱跟我聊天 总跟我说 蒙姐啊以后有什么戏啊 可以找我啊 我也可以演戏啊 然后等到选组员的时候 我数了数 我一共站起来六次 没有一个人选我 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敢跟我 四目对视 后来我去问他们呀 我说你们都不选我 到底是因为我实力差 还是人气差 他们认真地想了想说 为什么不能都差 没有啦 其实我们姐姐们之间呢 还是有真友谊的 他们对我真的很好 尤其是在我淘汰之后 我感觉那一刻啊 他们都成为了我的真姐妹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他们为我感到伤心 以及为他们自己感到开心 但我无所谓啊 我要的又不是成团 我要的是姐姐们的爱 很难相信 听说啊 你们这个比赛也挺残酷的 今天只有三个人能晋级 我能告诉你们的呢 就是不要害怕淘汰 比赛就会有得有失 有时候 你获得了失败 马上就能收获友情 解祝你们今晚 都收获满满的友情 谢谢大家 我是张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